各位花友,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你们到青苹果花草园来看花 今天再给大家看一盆特别漂亮的蝴蝶兰组合 这一盆蝴蝶兰组合是我购得大约两周左右吧 之前呢,我已经买过一个蝴蝶兰组合 本来呢,是想不能再买了 结果看到这一盆这么新鲜,这么漂亮的蝴蝶兰组合 我又忍不住买了一盆 现在呢,我正在给这一盆蝴蝶兰组合浇水 我买回来的组合呢,都是用同样的方法 要把它们呢,重新修整一下 都是把那个泡沫,本来用来给它们定型的泡沫呢 弄小了垫在这个花盆的底部 就是盆里面的底部 然后呢,再用这个小泡沫网子呢 直接套在蝴蝶兰的根部 这样呢,是为了让它们有一个宽松的环境 又可以透气,又可以保湿 那现在呢,我买回它大约有两周的时间了 我呢,看它的根呢,已经开始有一些干了 像这盆花上面的这些根呢,买的时候就已经呢,是干瘪的 这盆花呢,它的根的状况就相对好很多 虽然在表面上的一些根呢,也有一点受伤了 像这一条,但是对它影响不大 我买回来以后呢,仔细看了,发现它的根 这盆白色的蝴蝶兰的根呢,其实特别好 里面呢,还有很多小心根在发出来 但是如果我把它及时的 从这个组合盆里 拆出来修整一下呢 那些小根就会 很容易受伤 因为它紧紧的被那个泡沫紧紧的压着 透不了气,也没有营养 所以呢,组合蝴蝶兰买回来以后 经过处理呢,它们实际上也可以呢 留在这个组合盆里 呈现出非常美妙的状态 那今天呢,我给它们浇水呢 就是直接把水倒到了这个小的组合盆里 我呢,倒的时候水是倒满的 几乎满了 就是已经骑它的这个慕斯了 那跟这个水苔是持平的 那过了十分钟呢,那水就下去了 就说明它好需要水啊 我呢,我呢,准备呢 让它在这个盆里呢 大约泡半个小时左右 在一个小时以内呢 我会把这些水呢 没有被吸进去的水 全部都倒出来 倒干净 这样呢,我觉得这两盆花呢 就可以让它的根呢,吸饱了水分 另外呢,仍然可以保持透气的状态 这两盆花非常漂亮 你看谁能忍得住啊 看到这样两盆花 这么多花苞,这么新鲜 尤其像这一颗白色的吧 它呢,还有一些 就是淡淡的粉色在花尾这里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娇美 从远处看呢 几乎看不出来它是粉色的 但是近处一看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种粉白粉白呢 给人的感觉是 真是花色当中的一种极品的色彩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呢,它非常的健康 它的状况很好很好 很高兴呢,又得到这样一盆 组合蝴蝶蓝 给大家说了一点呢 拥有组合蝴蝶蓝的小经验 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我的浇水的方法 给这种组合蝴蝶蓝的浇水的方法 我觉得呢 养护组合蝴蝶蓝呢 是一个 怎么说呢 更加是一个技术活了 因为你还要让它们两颗同时 保持健康 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盆里 所以呢,就需要更多的关注 谢谢大家来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呢,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的花,给我的花点赞 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点击视频右下角的英文字 subscribe 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